中午12点原本停靠在左营军港西侧的 井江级金江号突然又动静 井江级巡逻舰缓缓往北边移动 过程中还有突击艇现身 不过军舰并没有往外海开 而是开往军港北侧后又掉头 而原本停在港区内的拉法夜舰虽然没有移动 不过船上雷达全面开启进行监控 还是感受得到一些紧张氛围 由于共军在西南方海域军演 距离高雄只有20公里 海军不敢大意 也派出军舰以及潜水艇出航监控巡护 而距离这一次共军军演范围最接近的小琉球 会觉得说演习会突然有点兴致大俭的感觉 会有点怕怕的啊 就是吓吓你了 有个游幸多少受影响 但依然照着行程走 不过海巡人员可不敢跟着放松 演练的区域很近的啦 麻烦你们离开啦 为了比较安全 发现有船只出现 离共军演习范围越来越近 海巡人员立刻透过广播劝离 中共军演进入第二天 国军海巡持续风景神经 华视新闻南部总局报道 我是吴亦璇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 现在就打开华视的YouTube频道 按下订阅还要开启小铃铛哦